這位朋友就是岑先生,他是彩虹行動的代表 各位尊貴的學生、議員、各位官員 各位早晨 今天聽完這個聽證會之後 我很想跟上面的學生上一堂真正的通識課 首先大家有沒有想過 任審制度其實是一種霸權 它是不是公平的呢? 即是根據任審法例要求 這個審裁員是依據一般合理人士 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去評級 這裡其實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評審委員究竟是什麼人來的呢? 他是由什麼人去組成的 沒有人知道的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會不會是用同一個宗教背景 同一個年齡組群 同一個社會階層出來的人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資訊只會成為某一部分階層 很容易成為某一個階層的特權 第二個就是 要求普遍人士接受 明顯是法律為以大欺小背書 他趕著一些性小眾 或者一些小眾性興趣的人的喜好 因為他們的喜好 可能在大眾裡面不接受 那就不道德 第三種就是 這是違法法律的精神 這個刑責必須要傷害 是傷稱的原則 究竟這個任事物品 在道德上冒犯了他人 有什麼實際的傷害 要用一個刑事的懲罰實在是過重 第二今天我想說 大家很多的言論是出於恐懼 而不是理性的 裡面有很多非邏輯的語言 就說 心智未成熟的青年 究竟青年是不是真的心智未成熟 他們沒有理論說的 第二樣就是 這個色情資訊是不健康的 我只是聽過真的資訊和假的資訊 就沒有聽過健康和不健康的資訊 可以第一看就是 沒有一個研究 是指這個色情物品對青少年有害 就是香港的研究 就是本地學者黃建梅發現 90年到05年之間 青少年因為非禮和強姦 而被捕的人數一直培圍在200上下 就是90年代末 這個互聯網的普及 令到色情資訊是氾濫 青少年接觸到色情資訊的機會是增加的 但是這個性罪行的數字沒有顯著的上升 究竟也為了什麼呢 也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教育專業人員說 就是我學生討論這個色情小說的時候 很有問題 大哥 現在他們就是在通識教育 跟你在討論 在辯識 現在辯識也有問題 究竟現在這是什麼教育 因為一些教師 因為一些家長 對性的壓抑 對性的忌諱 就是不敢說性 就剝奪了我們學生通識的權利 這個是一個什麼的社會 哪一門子的通識 現在還說要收緊法例 去令到我們一些拿來通識的材料 我們都未必找到 這個簡直是一個一塌糊塗 一個混帳的會 一個傳媒就要收緊它 一個就是教育要分析的傳媒 但是你不給傳媒拿些資訊出來 給你們去分析 那你們分析些什麼 就是背後本身是一個極大的邏輯矛盾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在讀通識的時候 去謹記什麼叫做邏輯 謝謝 謝謝